台中的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我是台中心老 對,劉先生,你這麼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政府是 讓好者越好者而已 散的越散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的政府都根本都沒有在照顧散廊 因為老實說,我們現在的好者 我們現在的好者就要給他錢穿 現在的散的都沒有在照顧散廊 我們收視地收視府都沒有在照顧散 只說對好者人在建設 我希望政府是要加油 我現在說的 蔡主席,我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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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謝謝老先生 高協力來北港的林先生 林選,你好 喂,各位大家好 你好 我就昨天蘇之芬縣長被宣判無罪 這件事情表達看法 馬英九上任三年以來 一件接著一件的爭議訴訟案件 從被告被羈押到被起訴到被宣判無罪 讓我不得不認定有一隻政治黑手 介入司法的腐著斑斑斑 而這當中每一個被告人格名義受到侵犯 精神受到耗損 甚至有人因而丟掉工作影響生計 蘇縣長就任五年以來 除了被羈押的那十一天 我們看到他每天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 而這五年的被案件拖累折磨當中 整整被折磨了兩年半 陳審檢察官啊 你們可曾想過 你們也在耗損七十八萬 以你憲民的公共資產 你們能不謹慎嗎 摸著良心 你們對得起你的祖宗 你的父母 你的子女嗎 當公理正義不能得到聲張的時候 社會上有多少人因此而受到的屈辱 社會倫理因此而受到嚴重的扭曲 當扭曲是來自於 標榜和為公理正義的司法人員時 那我們付出的代價就是 防禍的偵操從此受到嚴重的質疑跟挑戰 好 謝謝你們先生 感謝你高雄的魏先生 魏先生你好 小新小姐各位來賓大家有安 你怎麼說 兩點沒說完 就第一你的經濟政治政治 那個經濟 你看這個媽英教英 一個出來在講話 當他的右嘴角開始往上叫的時候 就表示他開始說謊了 六三三一路騙到現在 當時兩千塊八年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他絕對不加稅 他絕對不舉載 你看看舉載現在上線 你看看他現在要再改 你看那個醬油 一次要漲足 醬油、水、電瓦、米粉、無料 去到現在八成要怎麼先換下去 社會都在管 只要打他的這個經濟 他說什麼經濟現在很好 台幣喔 你看升值到近 對美金才28塊 那是因為升值到做成 他那個經濟的指數起館 這是什麼第二點就正在 我覺得民進黨的人 太過善良、太過人主 當時八年我們 跟黃志望和邱毅人 說到真的有吃 說跟外交的錢 說有還給什麼 幾千萬的美金什麼 這些人應該告這些記者 跟告這個檢察官 告這個國民黨 謝謝魏先生 台北的劉先生來 劉先生請說 蔡英文的出現 我想統派的媒體 包含中天跟李濤夫的節目 絕對是開始在鬥爭 今天我必須要講 像邱毅講說 蔡英文如果當選會 希望阿兵 這個就跟爸爸水災 他們這個節目在鬥成績 說他有去泡溫泉 而且邱毅他還欣賞一千萬 到最後是怎麼樣 因為這裡沒有去 所以沒有人能夠檢舉 這個一千萬也沒有人可能領走 他為什麼不講說 如果一千萬沒有領走 他要拿出來做公益 邱毅為什麼不敢講 邱毅應該要把他的禿頭 把他的腳法拿出來 用真實的面孔對待人民 好 劉博先生謝謝你 我們知道 在這個地方我們不牽涉到個人的部分 到底這是為一場什麼樣的選舉呢 更多的討論我們再回來